网红上了天天向上都被打回原形,明星上了鲁玉又约成了路人,众所周知,如今的网红可谓如过江之际,随处可见,每天都会有一堆网红诞生,而天天向上似乎很乐意去请这些网络红人来做节目。 但是网红但凡上了天天向上,大多就幻灭了,林弯弯当时被封为第一帅体,在网络上人气颇高,男女通吃,先来看一组她的网络美照,后来天天向上邀请她上电视,离开了美图,也就如此啊,什么第一帅体,都是蒙人的。 下面要说的是男生,在网上火得一塌糊涂,那些真拍得比明星还明星,可是她也上了天天向上,接下来说说红极一时的人大笑话,看看网上照片和天天向上的照片对比,下面是红极一时的女神张心愿,天天向上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啊,网红都不敢去了。 再说另外一个节目,鲁玉有约,鲁玉有约镜头下的明星都变得很路人,我们来看一看,嘿这脸,这么弄这么多油呢,严程序啊,镜头下的李长德还不如我二舅,黄小明,面如土色,佟丽亚,下次可以考虑自带打光小妹。 因为潘伟百倒是打破了鲁玉有约的魔咒,蛮帅气的,所以,不管是明星还是网红,在G图的时候都不要过度的美化,你们觉得呢?